直播把月月十二月训,德雷蒙的格林喜欢在场上说垃圾话,这也是他的一项特殊技能,我是最好的垃圾话制造者。 但这也是一时冲动的结果,格林说道,比方说,当时我对皮尔斯说,你不是可比,你不会获得告别旅行,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在说,布雷克干掉他,他太矮小了,然后我就想闭嘴巴,这不是真的,这被证明不是真的。 但他还是不停的说,最终我忍不住了,就说了出来,这些不是事先准备好的,真正打比赛的时候我可没空,专门去想激怒皮尔斯。 格林还分享了一个有关科比的故事,我还试着对科比说垃圾话,好像是我的第二个赛季。 格林说道,对方有机会绝杀比赛,马克杰克选派我去防科比,我防成了,我说,是我某某把你防下来了,他看着我,就好像我疯了一样,他说,头丢这球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,接着去吧,我说,哦,好吧,我走了。